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成员 这是秋菊 我是量仔 我们做集了微博还有B站的各种资金和留言 于是总结了以下问题 第一个问题 想到那天我是一个仙女 然后我下凡了 是一个学妹介绍我们认识 然后小刘追了我很久 死缠烂打死心塌地 放心病狂 被纠缠了好久 于是我们就在一起了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 不应该有熬吧 因为两个人互相折磨的话 彼此也会不开心 所以女生少计较一些 男生也少猜疑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下凡的时候都带着 秋菊你有没有熬跟我们在一起 你还已经没有熬 决定结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并不是说我们两个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 而是要经过对这个人的长期的观察 判断相处以及一系列的经验而得逞 那么实际上真的是 命好 这是个Lucky girl Lucky girl 那你为什么决定娶我这个仙女 因为你有淡黄色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好过下一个 下一个问题 我每天都在做家窝 闲雨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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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都洗碗 脖底打扫 我每天洗衣服 她说的洗碗 我干太多了 是不是秋菊 是你就给我饿个少 好了来吃 这男人一旦过了三十两 那么下一个问题 下个下个 走了走了 下个下个 走了走了 爸爸你是个胖子啊 让我来看看你有多重 快骂什么 快唱 扮 好 下一个问题 你先说 我补充 你多少花多少了 这关钱我们花钱是 在我们的收入范围以内 理性消费 料理而行 那么结婚以后呢 家里是我管账 然后他也会有自己一部分的 其余的钱 他自己花 但是大部分会 纳入到家庭 家庭 家庭账目里这块 都干什么了 毕竟录视频嘛 换电池啦 三脚架啦 更换器材啦 剪辑设备啦 移动硬盘啦 养锹局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下班啦 不过呢 我是很有原则的选择 听主办吧 其实我收到过很多洽办申请 三无微信甚至是内衣广告 你没有听错 你确定不是在砸招牌吗 如果是我要洽办的产品 一定是我亲身试过的 因为我知道 我的视频有人看 有人找我洽办 都是因为你们 好 下一个问题 两个人相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只有两人不断地 外在和内在保持一种好的状态 而且不断地让自己有新的经验展示给对方 当然不要刻意地为了新鲜感而去制造新鲜感 这样的话反而会显得太刻意 其实就不要长胖就好了 中年危机啊 该减肥就减肥啦 那么说到中年危机 突局 妈妈考你一个问题哦 你认为爸爸该怎么办呢 你真棒呀 嗯 真好喝 这是秋菊爸爸喝到的第六盒了 还剩下这些 减肥不容易啊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两个口味 秋菊爸爸这次结合运动 每天一瓶代替晚饭 就少摄入了很多热量 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OnderLab家洗茶的代菜奶昔 我上次试过之后 于是给又让我先生来试 因为我对他饮食严加控制 再加上每天六秋菊 他受了最攻击 孙老师说这个其实和洗茶的味道 还真的蛮像的 没有那么甜 奶味没有那么重 这次又给大家申请了福利 评论区里面有优惠券哟 你前日是谁啊 你说哪个呀 你初认是谁啊 哎呀 我不记得了 哎呀 想不起来啊 他之所以能成为你的前日 我认为是因为你们两个不适合 所以才会分手呀 不适合的人 还有什么好去计较 去纠结的呢 像我这种 压根儿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追求着无数的女孩子 你也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呀 对不对 完全没有对手啊 下一个问题是针对我个人问的 博习关系的问题 还是要因人而异 根据你老公 你男朋友的妈妈性格来决定 首先呢 我不是一个很做的人 那我不会又是一个非常时髦 有心思想的女性 我们的很多观点都能被她接纳 所以我们两个就不存在任何沟通障碍 因为我觉得要处理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 实在是太复杂了 我通常并不擅长处理那一类的问题 所以我非常幸运的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那谢谢我 谢谢你妈 我怀疑你在骂人 但是我没有见证据 谢谢你妈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有点气质我跟你说 但是又不能帮我 真的应该谢谢你妈妈 下一个问题 两人有分歧的时候会怎么办 打一架啊 谁打得过谁啊 我们一般是主张理性交流 对不要互相折磨开心一点嘛 人间不值得 下一个问题 让人在家想闹闹 我就干净干 呀 去去呀 去去呀 你很害怕 去死吧 去做个血 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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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家里装修 婚礼筹备 选婚纱如何 布置婚礼等等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实在过于庞杂 我只为单独再做一期 给各位准新娘们 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 家里化学三级设计图 装修选材 同学油漆 挑选 买家具等等的那个过程 就是这些都要归功于我先生 因为从这件事情上 我对他的审美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 真的到正经的事情上 他就表现得异常的优秀 收 那么好 下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生孩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